風景修立的花蓮鯉魚潭風景區 由於旅客增加、現鮮的繁榮 以花東公路通過鯉魚潭的區段 並不不利用 鯉魚潭和尚風山公所 正在進行踩水溝和路面拓寬的平台 鯉魚潭至於花蓮市二十公里 以為花東公路進行之地 來自各地的遊客 喜歡這個鯉魚潭或釣魚 鯉魚潭具有三名水秀的條件 即發展前移會很限量 下路做發以後 有關單位如果能夠有計劃的規劃和開發 可以比美中部的日夜財